在上一集内,Victor驾驶的爬处遇到了惊险的隐悟 接着,在一个比较陡的上坡位置,杰弗又遇到了麻烦 太爆了是不是 人太爆了 拖拖圈 哦,没有撕口子,没有撕口子,我看错了 拖圈了 不会吧,我才撕口子 我刚才看,我以为这个地方撕口子了 拖圈有点厉害 拖圈了,打不起这个地方 我打不起来 就倒下去 我稍微倒一点,然后可以把头撑起来,然后打气 因为这个坡道比较陡 为了安全考虑,我们还是决定慢慢倒下去 找到一个相对比较平坦的位置,再架起千斤顶 但是在这里倒下去也并非易事 由于车的左前轮拖圈 驾驶员必须避免大幅度打轮 因为大幅度打轮很可能造成完全拖圈 那麻烦就更大了 其次,由于轮胎完全没有气了 即便打方向也不一定管用 在这种状态下,能否倒下去 大家心里都没有 最终我们还是决定直接在坡道上架起筋筋地试一下 车子因为在半山坡的话,人才已经没有气了,抽圈了 所以倒下去的话可能会磕着前宝杠 所以只有目前就在半山坡呢 才采取这种方式把车顶起来 这种方式多少还是有一些危险的 不过现在也是没有办法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用拖车绳一头绑在树上 一头绑在车上 一头绑在车上 防止在顶起车头的时候 车辆下滑 可以了 可以了 犯法 不安心 错误释放啊 都别学啊 你点中间不行啊 是吗 点中间不行啊 这得偏左面顶啊 有有起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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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走这边肯定会起来 再起来 再慢慢往上开 这中心偏了 对 中心在那边 中心偏了 这边轮子已经很多了 你看 你为我倒下去吧 但是你这个车头 防板一定停在这里了 对 会毁了你的防板 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支撑点 我们只好继续冒险往下倒 这两个就长 为了避免蹭底 我们找来树桩 把坑垫高 那个 在你那边 他帮塞 好 我们现在垫了一些木头和石头 倒下去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方向对的 在打吗 不用打 直着下 先直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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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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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把他木头给它 往这边转一遍 再来 再来 对 你能搬多少搬多少 我觉得 可以可以 好 OK 好继续 感觉还好 滑了滑了滑了 滑了滑了 滑了滑了 疼啊别动啊 多拉 滑了滑了 加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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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拖木头 前面拖сти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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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轮子应该可以 那个轮子没有离地吧 没有离地 加油 继续走 加油 继续走 不要打轮胎 打轮胎就要过来 过了 不行 不行 这不行 你会滑起来的 是崩啊 它是在滑的 还是要打 现在呢 我用winch调到这个角度 然后试图把它 现在要把它的那个车头给拉正 否则呢它因为一个轮子 已经拖圈了 这个车头它怎么都摆不正 所以我现在掉头回来 然后先试一下看能不能把它拉正 先你准备慢慢收了 他开始拉 他打方向的话 打完方向就开始收了 好的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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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情况呢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把那个GF的车呢给拉正了 因为呢我脚盘给他拉住了 所以他车呢不会往后倒 这样子呢把车顶起来之后呢 我们在坡道上呢就把那个轮胎给他重新打上去 这样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目前来说他们正在忙着 我必须在这踩着刹车 因为这个力还是很大 尤其是在坡上人离开车子的话 万一溜车什么的就很麻烦 因为我现在拉着GF的车 打进去有点难了 是吧你知道吗 对 试试要不现在拿个打气风筝 来再来一个了 直接帮我拉一下 再来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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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很大人 好啊 开没坏还好啊 积极上啊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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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终于GF的车恢复了正常 让大家有多松一口气 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 GF将再次挑战这个赏锅 好样的Jeff成功了 接下来是Vigo 和我一样 他选择中间这条较难的上坡旅舰 非常轻松 紧接着是Gary 同样轻松 对于轻巧的FJ来说 上这个波也是没有问题 最后是Alfred 拥有35寸大轮的爬术 通过起来也是相当的轻松 在有惊无险的通过这个上坡之后 我们继续向前 紧接着我们来到了下一个上坡路段 除了Jeff的Navara 尤其是打滑之外 大家都还是比较轻松地通过的 这段上坡是紧接着刚才那段上坡的后半段 地面的碎石明显增多 而且地面比较松软 但好在今天的地面比较干燥 如果是在雨季的话 地面会非常的湿滑 加上碎石和松软的土质 难度会大大的增加 但同时也是非常刺激的 大家可以看这坑还是很深的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遍布 都是水冲沟的地段 这些大大小小的沟 都是由于降雨而形成的水冲沟 走这个路段的时候 还是得稍微小心一些 选错路线就有可能刮上车辆 或者蹭着底盘 这些水冲沟的地面 这一路我们还是遇到了非常多的这样的水冲沟 目测这里雨季的降雨量还是非常的惊人的 这个路段是常年给水冲刷以后形成的一些水流的深坑 对车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因为这坑的很深 如果你不幸选错路的话 很有可能就卡在里面了 脱体了 你看前面的还有更多 感谢观看 由于时间的原因 我们就没有继续向Trek的深处前进 很快我们就走出了Trek 兴奋至于大家还是有一些意犹未尽 大家好我是Jeff 然后这是我的Nawara D40 08年的 然后基本上是速车 就是两寸的身高和33寸的轮胎 然后发现后锁其实真的很重要 脚趴也很重要 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不要轻易出来 Hot Cold Offroad 总体来说的表现比我想象中的要好 因为只是身高跟换了大轮胎 然后能开上这么多比较难的路段 所以还是挺满意的 嗨 我是Gary 这个是我的Toyota FJ Cruiser 刚进货也基本上两寸身高 原厂胎加了一个前杠 一个下水喉 这次考验算是真正的考验第二次出来 算是满满意的 因为车胎还没有改装 期待有更多的发现在这里 谢谢 今天我们就结束了这一天offroad的体验 这条路我们其实还是没有走完 前面应该还是有一些难度更高的 但是因为时间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只好返回它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回到这里 挑战剩余的路线 下一集我们将前往BeachPod 在那里做一次短途的沙漠穿越 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精彩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别忘了订阅哦 感谢你的收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